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专访应该已经做完了 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这是今天下午出来的新闻 我就有点账号冒着头了 就是精英者的做法 为了一个电视台的收视率 为了他的能力的表达 以及精英者在做事情的时候 毫无道义 毫无道德 毫无道义 毫无道德 他以法律之名 可以做着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而把自己在人的环境中 能够有机会出名 立碑 立转 当成了他至高的一种东西 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一种场面 这是在我眼睛里是非常非常荒谬的 因为这样的新闻会极为轰动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射杀 阿什利的警官瞬间就成为真正的明星 这个明星可就可是不好说是哪人 对吧 他出名的一切是阿什利的死 他杀了阿什利 他杀了阿什利本身 而阿什利本身没对他有任何伤害 而他赶出来是因为国会的警官 国会的警察进行的内部调查 和司法部对他进行调查 认为他开枪没错 好咯 就是说一个机构说他开枪没错 但是是他开了枪 是他杀了阿什利 是阿什利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没有对任何人产生威胁 他就觉得自己很伟大 他就站出来了 他自己是女人生的 他也是人生的 他不是石头子里蹦出来 他没有任何意识到 就是说当这种他的正式感的时候 他为什么敢这么站出来 他其实已经把阿什利对等成本拉登了 他把自己当成了英雄 这是美国当今社会环境中 精英体制中最大的悲剧 他的悲剧在于 人毫无任何怜悯 人毫无任何人性 却把这一部分当成自己的一份 未来可以荣耀 可以光宗耀祖的一份本钱 可以自己成为网络中一个鸿鸿鸿鸿鸿的人 在今天的网络 大多都是这样 今天的主体新闻媒体 真正谈到新闻的 新闻的内容只有22% 而最大的内容是讨论跟评论 就跟这个是一样 占61% NBC的NBC 国家广播公司了 有个记者叫霍特 今天发表声明 说霍特的独家采访 是对该警官首次公开 枪击巴比特 以及他当时 以及在国会大厦门外 窗户外 他如何进行 那该警官分享 他对该事件的看法 后果和收到的威胁 国会警察已经免除 他在枪击中使用武力的罪德 这就是 如果他这么做 就表明他当时 为什么可以下去手 他为什么可以干 他为什么可以下去手 以及表明今天 美国社会在道德 在人生命道德的 沦丧的基础上 达到了极致 他同样表明 在今天美国社会中 掌控权力的人 在有关疫苗的问题上 病毒的问题上 为什么有那些 包括福奇等等人 就像我说的 把有关病毒学 变成了统计学 暂时在统计学中 能够最有基础的 一百万人里面 死多少人 而这样的统计数据 和这样的证据 从来没有在国家 任何医生机构 学术团体报告中 能够展示 因为死人是最根本的 而是用了极其荒谬的 为他所需要的内容 去统计的内容 去向公众去展示 完全是欺诈 欺诈的何情何理 欺诈他毫无任何廉耻 因为他不是 拥有廉耻的东西 在这地球上 生活的生命 只有人 只有相信自己 是被神造的人 才有真正的廉耻感 所以真正的这些 拥有廉耻感的人 他们是有道德约束的 在人的层面 你就会看成 他们是软弱的 他们不会随意出手 去伤害任何其他人 但反过来 他把人家杀了 然后他可以大谈 将要大谈他 为什么杀掉对方 代表着美国今天 道德沦丧的位置 代表着今天 在美国社会中 精英政治 精英的冷血 残酷 无知 和真实 与命运 说下午六点半播出 我不知道是不是 刚才他播出了 那部分座谈 会在今天 或者 MSNBC播出 晚间新闻 还要将播出 在各个频道 枪击 巴比特男子的身份 不仅受到幸存者的要求 而且川普直接要求他 共和党人也要求认证他 那把他定为谋杀 那司法部呢 已经做另外的声明 而川普也做过声明说 他是一个出色的 跟这个巴比特的母亲 和他的丈夫 有交谈过 那他的亮相呢 他的亮相在挑战着 今天的环境 那这件事情 我后面他就介绍背景 这件事情在我个人眼睛里来 这可能是会揭示出 在阿富汗悲剧之后 在美国掀起更大的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川普 共和党人 巴比特 这个叫阿什利的家人 都不会有完的 而这个警官 在他的录像当中 在他的视频当中的 任何说法 一定会成为后面 他在法律case当中 人家要告他 在法律case当中 必须承担的 而他任何讲话 任何妥不妥 都将成为陈唐证证 但是NBC从其中获得的 就是收视率 也就是说 这个警官最后被判监入狱了 那司法部也保不了他 那国会的警察 警察本身的总局也保不了他 他将被出卖了 那是有可能的 他出卖活该 那NBC拿出来的是他的收视率 是他记者 我有本事能够让他说话 这是一个丧尽良知的氛围 一个环境 所以我眼睛里是说 你可以看到围绕着这件事情 那在美国社会当中 太多的人 是精英 当代精英的冷血 和毫无人性 他去硬衬着今天 美国遭到这样的衰败的理由 这就是美国说 必然衰败的理由 精英者 以及他将遭到重创的 一个根本理由 而不是单一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这么讲吧 这个警官敢这么站出来 将成为美国遭受正创的 一个根本理由之一 美国的社会 今天掌握权力的社会 已经毫无人性的冷血 但他们是觉得 自己拥有法律 拥有正义 拥有权力 拥有自由 拥有他 谁知道 人 只有动物不知道 只有人不知道理由 其他任何动物 都充满着一种 正义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